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在清晨的时候 来到你的面前 神啊我们真的是 要赞美你 我们在这一生之中 我们能寻找福音 我们得见你的面 我们能够作为你的儿女 我们是被拣选的 神啊我们是何其幸运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人 在寻找你 他们还没有触摸到福音 他们还没有见到福音的亮光 神啊我们愿意 让我们自己来把福音 传递到地级 让更多的人转向你来认识你 他们之中有很多人 可能因为他们 没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 他们之中可能很多人 他们错过了福音 或者是他们不相信福音 神啊求你原谅他们 求你能够把他们 带到你的面前来 让他们转向你 让他们一生一世 都有恩惠慈爱 让他们都能够 跟我们一样住在你的殿中 神啊谢谢你 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敬拜你 我们渴望透过圣经的字句 圣经的经文 让我们能够来享受你的大爱 让我们能够感动 感动更多的人心 让我们能够一起归向你 走向天国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你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好 我们圣经的这一卷书 我们现在在讲的这卷书 叫做Joshua Joshua OK 英文叫Joshua 中文我们叫约书亚记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叫Joshua 他是在摩西之后 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 所以在摩西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 神拣选了Joshua 拣选了约书亚 就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在前面呢 我们已经讲到第五章 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 有讲到一些有关歌礼的问题 因为歌礼 现在有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 目前跟随着大部队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 他们没有经历过埃及的那一段 所以他们都没有行过割离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这一些人 他们现在要进入圣地 这个是神亲自拣选赐给他们的这块迦南地 所以他们必须要行歌礼 分别为圣 能够圣洁 让他们自己成为洁净的 洁净他们自己 他们才能够享受神的爱 与神同在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提到歌礼的问题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节 第五节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字 circumcised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歌礼 这是一个动词 ving circumcised 背形歌礼 就是要接受这个歌礼 所以circumcised circumcised 我们中音在第一个音节 circumcised circumcised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字里面的两个i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i circumcised 所以它是一个短音 短促的音 circumcised 后面的sized 那个i是发i的长音 双元音 所以这两个i发不同的音 circumcised 好 备受歌礼 好 我们今天再来 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来看第六节了 The Israelites Israelized指的这些所有的以色列人 have moved about in the desert 40 years 他们在这个矿野里面 move 他们在那里 移动来移动去 迁移来迁移去 所以我们用一个move have moved about in the desert 他们是在沙漠里面 在矿野里面走了40年的 从埃及出来以后 until 他们一直走 走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until all the men who were of military age when they left egypt had died until 一直到 所有的这些人 had died 这些人都死掉为止 什么人呢 the men who were of military age 这些人曾经都是 军当兵的这个年纪 我们叫military age when they left 这些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是可以当兵的年纪 那应该照理说 就是二十几岁 到可能到五十几岁 这个年龄 这是可以当兵的年纪 对吧 二十几都是壮年 二十几岁到五十几岁 所以呢 这四十年里面呢 这些当初从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都是壮年的人 可以当兵的年纪的人呢 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好 接下来 since they had not obeyed the Lord 一直是什么样 他们一直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OK 他们一直都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since they had not obeyed the Lord 从那个时候开始 在旷野里面 他们一直都没有听从耶和华 顺服耶和华 听从耶和华的话 OK 所以这个obey 是我们这个句子里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有顺服 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for the Lord had sworn to them 因为 耶和华神 曾经向他们发誓过 had sworn to them that they would not see the land 耶和华神曾经起过誓的 发过誓的 这个让耶和华很生气 所以他们不听从 不顺服 耶和华神 所以耶和华神说 OK 已经发过誓了 你们这些人是不会见到那一块地的 the land 指的就是我们的迦南地 OK 迦南地 是的 神曾经说过 这个在他的祖祖辈辈的时候就说过 这个地呢 将来是要给以色列人 他要赐福给他们 但是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 40年不顺服 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所以呢 耶和华神就发誓了 发怒了 说这块地 不会让你们看见 意思你们进不了迦南地 that he has solemnly promised their fathers OK solemnly 指的是说什么 指的是这个 耶和华曾经 向他们的先祖先辈 应许过 应许过 发过誓的 要许次给他们的这块地 to give us OK that he has solemnly promised their fathers to give us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这块地 以前耶和华神就发过誓 然后呢 对他们的先祖先辈 曾经承诺过的 要应许过 要给他们的 这块地是留着 奶与蜜之地 所以 所以我们常常听基督徒讲 哎呀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是留着奶与蜜的地方 就是从圣经上 这些经文来的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so he raised up their sons in their place 所以因为这些 从埃及跟着出来的 当时壮年的这些 这些以色列人 都不听话 没有顺服 所以呢 神就怎么样 就兴起了 raise up 是高举 兴起的意思 他把这些人 当时这些不顺服的 这些人 他们的子 子孙 他们的孩子们 their sons 就兴起他们 in their place 注意这个 in their place 在他们的位置上 意思就是说 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因为这个民族 是要生生不息的 繁衍下去的 这一代人 他们都没有 顺从耶和华神 没有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呢 他就兴起了 他们的子孙 让他们的子孙 给兴起 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and these were the ones Joshua circumcised 而这些被兴起的 这些年轻人 不是他们是在 沙漠里面书生的 他们不是当初 从埃及出来的 那一辈人 这些人呢 就是现在 Joshua Joshua现在这个 这个民族领袖 他这个领导的 Joshua要给他们 行隔离的 these were the ones the ones 指的就是那些人 the ones OK the ones 指的the people the people Joshua circumcised Joshua就要给他们 行隔离 这些人很重要 因为他们是在 旷野出生的 他们没有行过 隔离 不像那些 埃及出来的人 要让他们 行隔离 they were still uncircumcised because they had not been circumcised on the way 他们在讲话的 那一刻仍然是 没有行隔离 我们就用一个 un 英文很简单 加一个un 就是反译词了 un circumcised 他们仍然是 没有行隔离的 因为呢 他们在 on the way 在这一路上 在旷野里 飘飘荡荡 过来 过去的这些 一路上 on the way they have not been circumcised 他们没有 背心隔离 原因就是在这里 好 这里解释的很清楚了 有关隔离的问题 第八节 and after the whole nation have been circumcised 要等所有的 nation 是整个民族 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所有的人 have been circumcised 等所有人 都被行了隔离以后呢 they remained 就留在什么位置上 have they remained where they were in camp until they were healed 好 因为这个行了隔离 这是一个外伤 对吧 行完隔离之后 是需要休息的 需要休息的 所以他们行完隔离以后 就让他们 remain 他们留在那个位置上 什么位置呢 就是他们所在的 军营里面 就留在他们的 营帐之中 一直到他们 healed healed 是他们的痊愈 整个都好了 伤势都好了为止 好 第九节 then the lord said to joshua 这个时候 耶和华神就亲自 跟这个joshua说了 today i have rolled away the reproach of egypt from you ok i have rolled away roll roll是一个卷 一个卷 road away 这里做动词用 是把这个卷走了 把这个 好像像一个大石头 把它卷卷卷卷卷 推动了 把它给推走了 滚走了 ok road away 什么东西呢 the reproach of egypt from you 他把那个 埃及地 所发生的 那些羞辱 都从你们身上 给滚走了 滚滚滚 推走了 从此以后 洗刷掉了 你们不再是一个 受到耻辱的民族 当时在埃及的时候 是非常 是非常 非常羞辱的 在那里 是做人家的奴隶 对吧 以色列那里 是在人家的国家 做二等 也不算公民 根本就算奴隶 以色列人 在那里 是算奴隶的 so the place have been called Gilgal to the stay Gilgal 所以那个地方呢 一直到现在 都叫Gilgal Gilgal 在他们的 这个语言里面 其实就是说滚动的意思 这个滚动是 滚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当时耶和华 曾经跟耶稣亚说 把你们所有 埃及所受的羞辱 都给你们滚走了 推走了 OK 所以就用了 这个Gilgal 这个字 我们接下来 再看第十节 On the evening of the 14th day of the month 那一个月 因为那是 犹太利的正月 第一个月 在那个第十四天 the 14th 注意th 在结尾 这是一个叙数 叙数就是在你数 数算数字的时候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数到第十四 我们叫14th 这个是一个叙数 第十四天 那个一月的 第十四天的时候 Welcome to Gilgal 当他们 他们正在那里 安营 他们的营帐 就扎在那个地方 在Gilgal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又在什么 Gilgal这个地方 的地理位置 是在 On the plains of Jericho Sorry 它的地理位置呢 就是在 这个Jericho OK Jericho 我们知道 耶利哥城的 那个 那里是一个 大平原 对吧 On the plains Plans 是一个平坦的东西 叫Plans 在耶利哥城的 平坦的大平原上面 The Israelites Celebrates The Passover Celebrate 以色列人是有很多 信仰宗教上的 这些仪式 这些节气的 是要按着 这些节来过 当时他们正在过的 The Passover The Passover 大概没有人不知道 这是以色列的 逾越节 当时他们这些人 就在那个大平原 耶利哥城的 旁边的大平原上面 在那里 庆祝他们的逾越 逾越节 好 第十一节 The day after Passover 越节过后的 那一天呢 That very day That very day 这个very 是一个强调的字 就在那一天 That very day 就在越节后的 那一天呢 They ate some of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他们就在那里 就吃了当地的 出产的一些东西 指的是农作物 可能是葡萄啦 或者是什么地里 长出来的东西 这个叫produce produce 一般现在在英文里面 如果在美国 你去超级市场 有一个produce department produce produce 通常就是蔬果的部门 叫produce 地里长出东西来的 这个叫produce OK 这个是逾越节后的一天 就在那一天 大家在那里 高高兴兴地吃东西 还在庆祝节日 unleaven bread unleaven 不会 leaven是发酵 不发酵的饼 无效 无酵的饼 and roasted green 还有呢 烘焙的这些古物 烘焙的这些古物 叫roasted roasted是烘焙 这个通常不是大火 不是烤 烤是大一点的火 roasted是 是有滚动它 有转动它 但是是小火 慢慢烤 这个叫roasted 我们很多时候烤鸡 是吧 烤鸡也不能用太大火 我们可以烤鱼 roasted 我们可以烤 烘这个古物 烘干什么古物啊 这些东西 可以用roasted OK 他们就在那里吃 这些好吃的东西了 十二节 The manna OK stop the day after they ate 他们吃了 从他们 在这个之前 你们记得吗 大家回忆一下 在四十年 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神是降下 马拿 给他们吃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像 游牧民族一样 大部队 跟着大部队 今天这里 明天那里的 所以 不是固定下来的 农牧的 这个 这个 农业的民族 不是一个 种植的民族 所以他们 地上不能长东西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他们已经 开始到那个地方 可以有 有出产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 Mana 这个马拿呢 就stop了 OK 就停止了 神不再降下 马拿了 就不再有 有需要吃马拿了 The day after they ate the food from the lake 就在哪一天 被停止住了呢 就没有了 马拿呢 The day after 就在那一天 他们从地里的 食物里面 地里长的食物里面 吃过了 那一天之后 就不再有 马拿了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manna for the Israelites No longer 不再 也就不再有 任何给 以色列人 吃的马拿了 哇 那这下怎么办 吃的不成问题吗 OK But that year they ate of the produce of Canaan 但是在那一年 他们开始 吃起了 迦南地的产物 The produce of Canaan OK 他们开始吃 迦南地的产物了 迦南地里面 长出来的东西了 好 我们再来看十三节 Now When Joshua was near Jericho 就在这个时候啊 Joshua呢 是很靠近 耶利哥城的 Jericho 所以呢 这个他就 He looked up 因为一般 耶利哥城 这么大的城 这么繁荣的城 它是有城墙的 对吧 那所以他就 举目观看 Look up 抬起头来看 He saw the man standing in front of him 他看到有一个人 哎呀 就就站在他对面呢 In front of him 在他前面 站着 With a drawn sword in his hand 这个人 in his hand 在他的手上 有一把什么 Drawn sword 这个Drawn是怎么样 是被这个过去分词 形容这个刀 他那个刀是拔出来的刀 可不是像我们一般人 只是把手放在刀上 放在剑鞘上 不是的 他这个刀是已经 拔出来的一把刀 手上有一把 拔出来的刀 Joshua went up to him and asked 这个时候 Joshua看到这样的人 哎呀 这么奇怪 一个人站在我面前 有把 拔出来的刀 所以他就上前了 问他 Are you for us or for our enemies 哎呀 马上要问他 你这是 是敌是友啊 你是敌人 还是朋友啊 OK Are you for for us 就是说 你是跟我们 在一起的 或者是 for our enemies 或者是 你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 你到底是敌 是敌是友 OK 好 十四节 Neither Neither都不是 都不是 OK 你讲的A也不是 B也不是 两个都不是 我不是你朋友 也不是你敌人 He replied But Commander of the Army of the Lord I have now come 但这个人说 不是 我不是做你的敌人 你不是我的朋友 But As 我是作为 这个As 我是来当什么的 当司令官的 Commander 我是做元帅 做司令官的 谁的元帅呢 of the Army of the Lord 我是来做 神的部队 神的精兵 神的军队的 司令官 我是来做这个 统帅的 元帅的 哇 这个人口气好大 他一来就是来做 元帅的 做神的军队的 元帅 And I have now come 现在来就是 做这个 Then Joshua fell Faced down to the ground in reverence OK Then Joshua Joshua听到这个话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的反应是 Fail 他马上跪下来 OK 两个膝盖放在地上 Faced down 脸 伏伏在地 就跟他拜 To the ground 在地上 In reverence In reverence 指的是非常 恭敬 非常前进 非常惧怕的样子 我们叫 In reverence 好 所以Joshua就非常恭敬 非常敬畏他的这样子 跪下来 然后脸呢 就伏伏在地上 又问他 And ask him What message does my lord have for his servant 既然你是耶和华神派来的这个元帅 那么神是不是有带什么口信来给我 有什么要吩咐的 What message Message指的是这个信息 口信 有什么我的耶和华神是要来带给他的仆人的 His servant指的就是自己说话的人自己 所以Joshua说 我是他神的仆人 神有什么口信 有什么消息 带来给我这个 我这个做仆人的 十五节 The commander of the Lord's army replied 他这个人是司令官是元帅 这个做元帅的人就说了 Take up your sandals OK 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Sandals 当时是罗马时期 所以当时的人都是穿 Sandals 就是露脚趾的这种 就像凉鞋一样 我们叫Sandals For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standing is holy 先把你的鞋子脱下来 因为你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神圣的Holy 我们注意这个Holy 我们前面学过Holy Spirit 是圣灵 对吧 现在讲的是the place 你这个呆的这个地方 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 这个位置是圣洁的 And Joshua did so Joshua听他的 没问题 真的就把鞋子给脱下来 好 我们这一节就讲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节 下一节 接下来这个字 Joshua Joshua 就是我们这卷书叫 约书雅记 Joshua 第六章 Now Jericho was tightly shut up Tightly Tightly Tight 是非常紧的 非常紧实的 OK Shut up Shut up 是给整个给关起来 这个耶利哥城啊 他们也不是笨蛋 他们已经听说了 以色列人要来 所以要紧紧的保护他们自己 他们把城门紧紧的关起来 很严实的关起来 Tightly shut up Because of Israel 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缘故 所以他们把城门大大的 整个 牢牢实实的关起来 No one went out And no one come in No one come in 没有人出去也不准进来 不准出不准进的 No one went out And no one come in 好 就是怕以色列人要来攻打 Then the Lord said to Joshua 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神就跟 Joshua讲了 See I have delivered Jericho into your hands 你看 你看这样子 我已经把耶利哥城 送到你们的手上去了 是吧 先前耶和华神有说 我会把敌人亲自送到你们的手上 就是耶和华神绝对会帮以色列人打仗的 你们不用担心 I have delivered Jericho into your hands 已经送到你们的手上了 Along with Along with 还有 除了这个 除了把这个耶利哥城 送到你们手上之外 还有什么呢 Along with 就是一起 还有什么 Along with his king And his fighting man 还有把他的国王 耶利哥城的国王 还有他们的 打仗的这些部队 这些勇士们 Fighting man 是能够打仗的 能够打仗的这些人呢 勇士们 全部都送到你们的手上 都交给你们了 第三节 March around the city Once With all the armed men Do this for six days 这个时候神就教给他 一个好方法 March March是 大步前进 看过那个军队 大步前进 大踏步前进的 不是像我们这个 小家碧玉走路的 那个扭扭捏捏的 不是 这个是大踏步前进 你就在那里 大踏步前进 March around the city 绕着这个城市 大踏步的前进 就在那绕来绕去 Once 一次 OK With all the armed men 每天绕一次 这个是每一天叫你去 Once 绕一次 带着你所有的这些 有带着装备的 有武器 武装好的这些人 叫armed men 有武器的这些人 熊啾啾气 大踏步 绕着绕成一周 每天来绕成一周 Do this for six days 就这样绕 绕六天 绕六天 好 第四节 Have seven priests 你让六个祭司 I'm sorry seven 七个祭司 seven priests carry trumpets of Reims horn OK 七个祭司呢 都带着这个 Trumpets Trumpets 就是像那个 号角一样的东西 或者喇叭之类的东西 我们叫Trumpets of Reims horn 这个是用羊角做的 羊号 Reims 公羊 这些公羊角 公羊角做的这个 这个号角 OK 带着这个 每个人都带着一个 七个 七个祭司 每个人都带一个 公羊角的这个 喇叭一样 这个号角 in front of the ark 他们走在这个 约会的前面 走在约会的前面 and the seven days march around the city seven times OK 所以前面 六天 每天绕成一圈 on the seven day 在第七天的时候呢 march around the city seven times 第七天 你要绕这个城 绕七次 seven times with the priests blowing the trumpets 而且呢 要让这些 祭司跟着走 祭司走的时候 还要吹 blow blow 是吹的意思 要吹这个 羊角的这个号角 羊角的号角 好 前面六天 一天绕一次 第七天就 绕七次 第五节 when you hear them shound a long blast on the trumpets 当你听到他们 发出一个 长的声音 长的号角声 long blast on the trumpets trumpets 是我们的号角 在那个号角上 当你听到他们 发出这个 长的号角声的时候呢 ok 好 have all the people give a loud shout shout 这个时候呢 让所有的人 随着这个节奏 随着吹号角的节奏 号角出了一个 长音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来 长声 大声的高叫 allow shout 是大声的呼喊 哇 这个君荣 是很壮盛的 then the world of the city will collapse collapse 是坍塌 倒下来 所以呢 当这个一座 听到这个号小声 响长声的时候 所有人 哗哗 大声的一喊 大声的呼喊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个城的城墙 就会塌陷 就会塌陷 will collapse and the people will go up 这些人就可以 上前去了 上前去 every man straight in straight in 是直接的进入 straight in 不需要拐弯抹角了 也不用去推城墙 去打什么 都不必了 现在呢 耶和华神 帮助他们打敌人 直接把敌人 送到他们手上 就用这个吹号角的声音 大吼一声 然后城墙 自动倒塌 你就straight in 直接进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六节 So Joshua son of Nun 就 called the priest and said to them 所以耶和华 已经吩咐好了 那这个时候 Joshua就把这个 他是这个 Nun的儿子 对吧 他就把这所有的 这些祭司 都招来了 把他们叫过来 跟他们说 Take up the earth Arc of the Covenant Arc of the Covenant 是我们的约柜 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 所以你们带着这个 约柜 抬起来 of the Lord and have seven priests carry trumpets in front of it 好 你们现在把 整个约柜 给我抬起来 然后前面有七个祭司 带着喇叭 走在这个约柜的前面 in front of it 走在他的前面 OK 我们再来看第七节 in 然后呢 叫他们带着这个 去之后 还要做什么呢 and he ordered the people 这个时候 他就下命令了 命令这些百姓们 以色列的百姓 avance avance 往前去啊 好像我们中国古代 什么 杀呀 这个样子 avance 是往前去 march around the city march around 你们要绕着这个城 城走 大踏步的 大部队要绕着这个 这个城来走 march with the armed guard going ahead of the ark of the Lord 然后要有 arm guard 带兵器的 武装的 凡是武装的这些士兵 这些武装呢 他们都是走在 整个神的约会前面 the ark of the Lord 好 第八节 when Joshua has spoken to the people 当这个 Joshua 他跟这所有的老百姓 都讲完话以后呢 OK the seven priests carrying the seven trumpets before the Lord went forward went forward 是往前走的意思 原形是go forward go forward 所以当这个 Joshua跟他们都 老百姓都说完话了 就有七个 祭司 priests 他们就带着七个 长的羊的号角 带着这个号角 走在神的前面 就向前去了 向前走了 就是那个约会 就预表这是神 对吧 他们就走在这个约会的前面 blowing their trumpets 他们吹起 他们的号角 and the ark of the Lord covenant follow them 他们在前面 七个祭司在前面 大声地吹他们的号角 后面呢 就是跟着神的约会 这个约会 就跟着他们一起走 follow them follow OK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屏幕呢 让出来 请屏幕同工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